美国交通部2月26日宣布 从3月31日开始 将允许中国航司直飞的中美往返航班数量 从每周35个班次增加到每周50个班次 使市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近三分之一 按照对等原则 美国航司也将被允许最多执行每周50个美中直航客运往返航班 这也意味着从3月31日起 美中直飞航班有望增至每周100个 据了解 目前美中实际执行的航班量是每周66个航班 其中中方航司直飞35个 美方航司直飞31个 也就是说 美方航司尚未用满去年11月获批的额度 目前中方航司正在直飞美国的主要是中国国航 东航 南航 海航 川航和下航 预计这些航司都会提交增班申请 而在美国交通部的最新通告中 此前曾直飞过美中航线的首都航空也可提交航班申请 业内人士分析 考虑到不能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要求和航司受益 美国西海岸将是增班的重点 包括旧金山 洛杉矶等地 预计未来几天中方航司就会提交增班申请 从而有利于暑假美中机票票价的下降 美国已故富豪大卫·戈特斯曼的一双 路斯2月26日向美国首屈一指的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捐赠10亿美元 这是美国医学院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 学院每年学费超过5.9万美元 近50%学生毕业后欠债于20万美元 路斯表示 希望学生能够在没有背负学贷的情况下展开职业生涯 并鼓励更多学生报读医学院 在他慷慨地捐赠让所有现实就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2024年春季学费可预报销 以及自2024年8月起所有入读的学生学费全免 谷歌2月26日发布新AI模型Genie 它可以接收文本提示 草图或想法 将其变成一个可以互动和玩耍的虚拟世界 Genie通过了互联网上超过20万小时的2D游戏视频训练 目前还是一个研究预览版 它是在无监督和无标签视频的情况下进行训练的 能够学习各种角色的动作 控制和行动 做到一致性 对用户而言 只要提供一段文本 一张草图 甚至是一个想法 Genie就会完成剩下的工作 生成一款2D游戏 谷歌称 Genie开启了图文生成交互世界的时代 还将成为实现通用AI代理的催化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